公民掘起大家一起来翻转 大家午安 我是王敬明 没错 整个选战的焦点就往下朱立伦 那我们知道上次朱立伦被采访的时候 在电台说了一句话说 他下辈子希望他太太不要嫁给政治人物 引爆了一波话题 这次他又去了这个电台 直接就直接对谁开刀呢 对马英九开刀 他说马英九你证所说错了 你油电双掌错了 还有你十二年国教也错了 一刀刀网着 就是当时马英九的竞选的政策 那么这样做法 这个老百姓买单吗 民众买单吗 选票会增加吗 昨天我们这个得到一个 一个重要的话题来自于杨伟洲 杨伟洲说 他们现在在新竹县以北的立法院的选情 已经稳定往上 新竹县已经真正日上 中南部已经不崩盘了 是不是这次换柱真的让立法院的席次能够稳定呢 那回来一件事情 到底党内的人士信不信赖朱立伦 找王金平出来做不分趋势 拿来当做遮羞布吗 好了 砍掉王金平 砍掉这个马英九的这个政策 对王金平 对朱立伦有加分吗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这是今天最大的消息 看到我们王金平笑容可掘的出来 他说顺其自然但是很抱歉的事情 虽然标题上面国民党通过议长条款 王金平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训任立法院 可是王金平说法一句话说 民不正我现在退出所有的辅选行程 到底王金平在想什么 等我们听看中英大哥还有我们这个立耿贵方 怎么来解读王金平的一个作为 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 就是所谓的王金平训任部分区 但是王府警党部主张排到第十名 安全名单的部分 那么这部分是谁来代表的 立耿贵方 今天我们在线上 他到底为什么希望王金平排在第十位呢 好 另外一个角度切入 我们来看一下朱立伦 这个所谓的给红这个三千万的话题 还在发烧 现在进阶板已经讨论到一件事情是 特征组怎么来戳 这史上最大的原载他 不对吧 特征组怎么会是戳呢 这个戳的应该是国民党 怎么会是特征组戳呢 这背后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今天要进一步来解读 那么更重要的事情是 昨天晚上 这个昨天下午 朱立伦参加了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知名人士 知名电台主播 这个文倩的这个 这个专访 他抛出 那个专访很棒 他一开始就给文倩一个大的拥抱 那果不其然 震撼弹 朱立伦批码 这是中国时报 这是在头版里面 错错错 这时候朱立伦的策略 会不会有机会拉台的声势呢 当然更关键的事情是 这个宇昌案 刘一流说要上诉 可是奇怪的事情是 这不是国民党搞的事情吗 但是朱立伦说 这跟国民党无关 当时的启发人就叫做吴敦义 这个吴敦义 是一个发起人 难道朱立伦想要借这个机会 顺便把吴敦义 也排除在外吗 好这位大内高手 政治计算师到底怎么来干这个 这个他的选群 我们要请介绍我们来宾 政治评论员胡宗信 钟晏大哥你好 主持人 我向主持人报告一下 王院长很久没联络 他的问题应该问这个立更贵方 以皇务兴党部为主 了解 好另外就是我们前民党发言人 徐家庆 家庆你好 巴吴安 好另外是台北市议员立更贵方 贵方你好 大家好 好谢谢你来 等会要请教一些尖锐话题 好另外是政认评论员 钟晏林晃你好 杰宾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前台北市议员 是参加这次新议立法委员选举的 杨师兄师兄你好 杰宾大家平安邪乐 好另外是社会关家朱玄 学恒你好 各位大家好 学恒即使战争到这个情况下 你看我们朱立元一当换柱完之后 他第一个火力是网的蔡英文 直接把这个 叫他把九二公式讲清楚 怎么瞬间之内就把太爷抬出来 跟太爷说下辈子不要叫我 打哀怨牌 接着王继免也出来了 马英九也出来 现在吴敦也出来 他真的是有机会翻盘吗 其实朱立元跟AIT关系那么好 我昨天到现在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请他打听一下 跨国的那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什么跨国的 跨国的关于出国伴游这件事情 这是最近我们很关切的一个民生新闻 好所以你觉得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他跟AIT那么熟 这次是AIT检举的 我懂我懂 好 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 顺便跟我们问一下 有没有美国平民政 我也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美国有没有平民政给台北市议员吗 台北市的领导会议员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对柯P的问题 说真的 如果下次被议员羞辱的时候 我一定要找副市长来个爱的抱抱 而且要流着眼泪 好 但是我们今天不讨厌柯P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一下王继兵最新的事情 换租后的第一个中常会 国民党士气高昂 驻下朱尚厚 接下来就是要帮王金平的 部分区紧箍咒来解套 朱立伦加油 王席立委卢嘉诚紧抓朱立伦的时候 想让朱王联盟更加紧密 因为瞧瞧29个中常委联署 把原本部分区提名办法中 得提名连任两届 变成连任次数不受前向直线 也就是说王金平 可以在被列入部分区名单中 但这可是有条件 只有国会能够效率化 提升历史效率化 我们的协商制度能够透明化 还有我们希望议长能够中立化 凡是不能够认同或接受的 都不会获得我们国民党的提名或支持 这个我们看办法再说 好好好 朱立伦提出的国会改革 似乎冲着王金平而来 因为党内仍有不少深蓝同志 不满让王金平续留立法院 他们要求国会的改革 非常非常的殷切 抱怨或是不满 必须要有这个解决的方案 我个人没有联署这个案子 很多的支持者 对于王院长 没有回应主席的国会改革 我想也有很多人在等待 王金平想继续留在立法院 就得签下改革同意书 这也等于承认过去的立法院 写上不透明 国会没效率 该如何抉择 恐怕让王金平伤透脑筋 请就放回报道 是的 朱立伦希望王金平来办什么事情吗 难道是办的是他在党内的不平衡 不平等 还有党内斗争的一个所谓的 原样有用这个字眼 折修部吗 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吗 我要先请教一下 石修伟你怎么来看 刚才其实事实上看到是最后一位发言 可是台南市的大佬 他直接就对王金平呛声 你没有回应国会的改革 我当然可能不会支持 这样的一个风暴 难道我们朱立伦可以顺利的把 内部的所谓的矛盾 转嫁给王金平吗 其实你可以看 王金平跟朱立伦在这次的互动过程当中 好像也就不久之前他对于洪秀柱 当洪秀柱成为所谓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之后 他就发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出现了 你偏离了党的立场 同样可以讲两岸同属一中 但是你的一中同表偏离了 就让洪秀柱陷入风暴 那最后洪秀柱在10月17号就被换掉了 我尊重党的规则 让你成为总统候选人 其实今天我认为 以今天的朱立伦 为什么在最近的民调 他的好感度会这么差 真的换住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 因为这个不是黑箱作业 很好的 这是一个在全国电视机前 从4月份领表到6月份通过破砖 到7月份全代会提名 到10月17号被换下来 整个过程是在电视上 几乎每天都看得到的一个精彩的内斗的戏码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每 未来大家每回想一次 每重播一次 对朱立伦的伤害是很大的 因为你的正当性没有了 大家都很清楚 红袖珠不管你喜欢他讨厌他 他是交了700万的 不管你喜欢他讨厌他 他是经过46.3的破砖 不管你喜欢他讨厌他 他起码在全代会是经过大家同意的 可是你换的过程当中是透过 几个中常委 几个立法委员要求之后 当然也是全代会 但是是用举手表决 他的正当性今天说实在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公信力几乎是破产 所以他今天讲了很多话 就让人家开始质疑 在我个人的感觉 我认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内斗的开始 很简单 我给你国会 所谓叫国会议长条款 如果未来国会没有办法过半 你没有办法当国会议长 你不但失去了这个 我给你的这个所谓的恩惠也好 或是第一名的这个所谓头衔也好 你将来在选党主席的过程当中 你就靠边了 同样的道理 我认为今天朱立伦大概也非常清楚 所有的民调他要选举 在1月16号成为总统的当选人 相当的辛苦 所以他真正要力保的 还是在曾经讲过的 我如果退输掉的话 我会辞掉党主席 但是我们非常清楚 他可以讲将近30次的说 我的市长要做到好 做到满 他都可以推翻的话 他今天其实是透过 用国会议长的条款 困住你王金平 如果你的浮选席次 没有办法让你成为国会议长的话 你在未来另外一个战场 就是党主席的选战提前结束 到最后一样 这次每个立委 大概正常的起跳价 2012年党的补助款是300万最少 这次可能更多 那些拿过他补助款的立委 一样会比照这次的模式 在立法委员要求说 我们不能没有朱立伦主席 他就继续当党主席了 但是相对来讲 杰明你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 王金平也给他回马枪 王金平说朱立伦跟我们的蔡小英 只差50万票 所有的民调都在100万票以上 他故意也把一个很大的冠冕 丢在你头上 你跟蔡小英只差50万票 如果输到50万票以上 可能80可能100可能150 代表你的战斗力不够 所以两个现在是互相把对方的头上 带满了桂冠 但事实上当你承受不了 这个桂冠的时候 你的国会议长条款 结果你当不到国会议长 你就代表你不够能力 没有办法让国民党的议员过半 国民党的立委过半 同样的 所以王金平也丢了个桂冠 丢在他头上 说你跟蔡小英只差50万票 到最后你拿不到50万票 就输了80 90 哎呀代表你的能力太差 所以他们两个都在互相 透过这样放话的过程当中 让他头上戴满了帽子 将来就他们走下主席台 一个最好的一个下台阶 所以十九委员你在表达一件事情 马王斗争这件事情 没有让朱立伦学到功课吗 可是我们来看这个讯息 我要请教一下这个嘉青 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来这个标题是 何以国民党支持者都有怨气 这是这个十一时有一段时间 是十月二十六号 来自于这个美丽岛电子时报 里面最经典的部分 是说什么东西呢 除了我们刚才讲这50万票之外 其实最经典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差距 洪秀柱正是在这个写文章的时候呢 当时这个朱立伦比上洪秀柱呢 其实只多五到十个百分点 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异性 但是现在的数据已经显示 对不起哦 现在朱立伦的民调 已经输给了洪秀柱的民调了 就是说以民调角度来看 他把王金平这个议题拿出来 可以顺利的解脱来自于 党内的这个怒气 把对这个朱立伦 把杂柱的怒气转移到王金平吗 现在看起来好像黄复兴的这个焦点 已经转向王金平了 朱立伦主席是一个斗争的高手啊 他很会树立一个新的标的物 然后把那个假的稻草人摆在前面 让他的这个旁边的人呢 一窝蜂的杀上去 而忽略了主要的对象跟主题 你看这个朱主席 他在担任党主席已经将近十个月时间 这当中呢 也没看他积极做一些对马政府施政不佳啦 或者哪些政策要进行检讨啦 有提出具体的建议 突然之间呢 自己上场要去做总统候选人了 哇迅雷不及眼耳在某一个友好的电台专访 就马上把这个议题丢出来 请教一下 这些议题已经经历过多少年的 朱立伦都在睡觉吗 2012年开始到现在 对啊 他自己在2010年以前 还担任过行政院的副院长了 尤其当时这个证所税的案子 他在任内的时候 他现在又要撇清关系了 说他当时一开始就没有支持 十分钟内否决 对 他说他自己否决 然后后来又被败布复活 那这些话 我们不知道是要真的相信 还是这个听听就好 总之朱立伦市长到朱立伦主席 到朱总统候选人 这三个位置 现在呢 都由他自己决定 他一会儿想干这个就干这个 他想干那个就干那个 那他丢议题呢 显然也不是依人民的需要来丢 而是依他作为一个 他现在竞选过程当中 要斗争的关键来丢 真的是这样子吗 好等我们来问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立肯贵方也在线上 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是到底朱立伦的真正面目是什么 他的手法是在参选 还是在党内斗争 黄复兴党部到底是帮他 还是拖他这个下水呢 还是顺便就用黄复兴党部来斗争任何人呢 因为有一派说法是说 如果朱立伦今天没有把红袖柱拿下来 以后任何的人只要拿到黄复兴 3.5万票的话 就有可能竞选下任的总统 是国民党于未来没有生机的可能 你可以相信这样内容吗 所以我们今天标题是 陈信风报来了 本土深蓝皆不信赖猪吗 我们打个问号 猪民调不见起色 蓝支持怨气未消 他身陷了三大困境 等我们一一也要请我们这个贵方姐 来帮我们好好解读 到底朱立伦真的有遇到这样的困境吗 我们先进个广告 我们知道在过去这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 都在讨论一个议题 就是朱立伦的诚信问题 那迫使很多的国民党的人 必须要对这个朱立伦的诚信呢 把他做一个解释 好但是似乎有把这个事情解释的很清楚吗 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这是国民党的真正候选 对不起一直都是朱立伦 他说如果当时七月以前 朱立伦要领表参选的话 他势必呢就必须要辞新北市长 因为七月他才就任 新北市长才七个月啊 很多事情都没有处理掉啊 所以那时候如果他表态要参选 对不起他必须要辞新北市长 所以他就要拖延到第二件事情 他说如果国民党真正候选人 不是一直都是朱立伦 那么换柱之后 新的总统候选产生程序 应该要和红秀柱一样啊 也要就跟我们这个 我们石球委员说的 你也要领表嘛 你也要缴保证金嘛 你也要相互比较民调啊 为什么你不做这个事情 把红秀柱换下来的时候 你直接可以登基 第三个问题是 为什么红秀柱要人没人 要钱没钱 而且党部一直对立 现在看得出来哦 如果当时这个状况 王金平就来了 也许红秀柱的民调 不会那么差 为什么朱立伦一就任的时候 红秀柱马上这个 王金平就可以呢 所以他说如果来自党产 任何来选都可以让立委多几席 所以朱立伦只要把党产下放就好了 所以现在状况是 朱立伦讲的任何话 做的任何的承诺 已经没有人相信了 所以这句话讲完之后 我们看到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事情是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一起很喜欢用的 假面台湾哦 这是不是在讲朱立伦 因为我们要回归到过去 可能观众朋友已经遗忘了这张 就是这个一周刊 这个日期很遥远 是6月25号 当时有一则新闻是 红秀柱的提名是不是申变 6月25号哦 而且当时是由国民党 正式是由国民党 把这个学历造假东西放出来 6月25号 我们先回头来看这件事情 真的一切都是假的 从头到尾就是朱立伦要选 朱立伦先生难得说实话 不过他最近讲了一句实话 他说我们这次选举 是用在野党的角度再选 那现在事实上国民党还是在执政 而且还是一党独大的状态 那他为什么要用在野党的姿态 跟想法再选呢 因为他的整个schedule的设定 是2020要往前推 朱立伦先生他早从去年 其实在新北市长的连任之前 他早就想要选2016的总统了 那他知道说虽然这个局有点困难 可是呢如果没有取得这个入场卷 未来对他来说是 那么多的竞争跟变数 他无法掌握 但无奈呢 当时马总统一心还是喜爱 吴敦义副总统 他跟他的这个安排呢 是在为了后马时代的这个安全下装 吴副总统还是他最爱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去年五月后来就爆发了 叶士文事件 然后后来大家才真相拍摆说 叶士文是在外围被扫进来 其实真正的对象呢 是朱立伦先生 对 那要打他旁边的这个副市长 许志坚 对 好 这个时序呢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是因为朱立伦去跟马总统 表达了想参选的意愿 马总统不同意 那这个被泼了冷水以后 他异性阑珊的 只好再下去竞选 连任 那也给他这个低空飞过了 飞过以后呢 老实讲 如果朱立伦真的没有起心动念 真的完全把竞选中的这件事情 抛出脑后的话 其实他不会去接党主席这个角色 他一要接党主席 其实那个program 就是设定的非常清楚 一定就是要继续完成2016 以及2020 这样的一个进阶的准备 好 他为什么要一定卡2016 这个关键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 叫党产 党产 党产 很重要 所以要讲三遍 党产呢 必须要有两把钥匙 你才能够把它真正的拿出来用 第一把钥匙就是 党主席的角色 如果你没有党主席的角色 你是没有办法掌握行管会 你也没有办法打开党产 看看里面有多少钥匙 这第一把钥匙 可是你有了这个钥匙 你要怎么样能够 有明目的 能够大规模的 把这些党产拿出来 好好的花用呢 这个美咖就来了 这时候跑出来陈咬金 叫做洪秀柱副院长 6月的这个民调 居然46%高票过关 那这下子就算想要把它拉下来 看起来也难了 所以各种黑资料啊 什么包括他的身体啦 学历啦 私人关系啦 那一路啊 各种各样的资料 从来没有人敢来指控 这个是民进党放的黑资料 都是国民党内部的朋友放的 也没有人否认这件事情 那一直演到今天 老实讲对民进党来说 我们对这个戏 可能是局外人 所以看得特别清晰 因为我们知道说 去年的12月 朱立伦领了党主席的表 1月竞选党主席就任以后 这一路的戏码 中间不过都是这个带打 不过都是一时的过水 真正要上场的是朱立伦 所以我们只是在想说 那他等到什么时候要上场 他拖越久 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 反正是国民党家务事嘛 只不过说 没想到我们的住住姐的 战斗力这么强啊 他从6月7月被正式提名以后 8月9月 这当中换柱的戏码 同来没有断过的 到9月他自己也觉得说 这些人实在是做得太超过了 所以故意去闭关三天 戏码是这样子过来的 但是朱立伦主席呢 这个角色他必须要取得了总统的候选人 他才能够堂而皇之大辣辣的把所有的党产拿出来 我也相信朱立伦这一次有可能会将党产归零 这些党产呢会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大量的溢注在他自己的选举里面 以及他所要特别巩固的立委 候选人的身上 所以这一次呢 我认为马总统 大概心里现在也是七上八下 为什么 从这两天的朱立伦的动作 你可以知道 斗马的序幕已经揭开了 所有过去的事情 对不起 都跟我国民党无关 跟我国民党无关 其实不是国民党三个字 重点是说 跟我朱立伦无关 所以呢 跟他朱立伦的国民党无关 对 没有错 所以呢 吴对义算不算我朱立伦的国民党呢 不算 马英九算不算我朱立伦的国民党呢 不算 刘毅如算不算我朱立伦的国民党 不算 林毅士 赖素如 那都不算啊 当然通通不算了啊 我一切从头开始啊 那至于王金平院长 那就更冤大头啦 我只能说啊 王院长啊 王院长 你虽然交友广阔 那待人谦和 也没有敌人 但是你终究敌不过 人家想要算计你啊 那朱立伦呢 既想要利用王金平 又不想要王金平所带来可能的负面伤害 所以他在这个当中取巧嘛 先杀 马英九的所谓用政策 政策的这个不当 来转移什么焦点 转移三千万的焦点 最近这个三的数字 非常夯啊 有三百块 也有三千万 那也有三大这个不当政策 三三三一直下去 我不晓得 接下来王金平连第三名的机会 有没有都还是个大问号 所以你认为这还是一个 恐怕由防护心理党部发动的一个 是不是第三名还是问号 好所以我等会要请教一下贵方 到底这个情况是怎么解读呢 因为现在新新闻直接就惊爆了一个消息 我要听贵方的看法是说 他说其实为了拉拢深蓝的选民 他现在呢 朱立仁已经决定跟新党合作吗 这是新新闻 所以我们放了个问号 那我们知道 其实基本上新党一直以来都是支持洪秀柱的 而且希望洪秀柱能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是的没错 等会呢 我们要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那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我们的题目是国民党消费王金平 挺王派会不会有大的反扑 国民党应该是说这次要把王金平拿出来 但是设了一堆的规矩 那么王金平却说无可置评 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觉得挺王派会大反扑 国民党会什么状况呢 好所以这个贵方姐我想请问一下 真的这个消息是确认的吗 朱立仁为了要把洪秀柱的这一 这个将近高达10到15%的深蓝选标 把它拉过来 会不会真的就跟所谓的新党合作 这个在国民党是可以被接受的吗 稍后我们要听听看贵方怎么解读 到底国民党这一招是哪一招 我们先进入广告 是的没错 杰敏手上这一封是这个 一周刊的一个画面 这是看到没有 这朱立仁授旗给洪秀柱 洪秀柱消失掉了 这是很多人在举手 每个人都欢呼哦 等会你会注意到这些点孔呢 会慢慢的消失掉 因为会不会因为朱立仁一刀一刀的 把它们都消失掉 这种大内斗你看得下去吗 我们先接听一下新竹的廖小姐 廖家姐你好 你好我是王太太廖小姐 王太太你好 杰敏你好 请说 我是你的粉丝 还有我也是中兴哥的粉丝 我昨天要call call不进来 我是想跟宋楚瑜说 他每一次出来选举我都支持他 我们的亲戚朋友大家都支持他 这次也是一样 万水小姐姐姐 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女人比他和蔼可亲 因为我见过他的人 跟他聊过天 我希望宋先生身体保持健康 加油 我们支持他 谢谢廖家姐 廖家姐 廖家姐你打的 谢谢 今天是昨天打的 谢谢 好 另外是屏东的郑先生 郑先生你好 你在线上 你好 你好 我是电视 是 是 我可以说 对 你好 我是真的要对王院长 做一个很忠诚的建议 是 王院长 你没想到 李登辉总统下台以后 他在国民党 以后的地位 是一个什么地位 永远都是人家的花瓶 而且都是被消费的 台湾 台湾人 他 哇 郑先生 你这个说法实在是很直接 你认为 王精明在国民党都是花瓶 他只是被消费的对象吗 对啊 对啊 好 今天今天 今天替我们王精明 王精明讲 喊冤 另外是新北市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你在线上 你好 请说 喂 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有两点 我讲台语好不好 好 哦 我们台湾人 不能让朱立伦 还算下去了啦 因为他比万元九 还比较差了 哦 简单啊 就是宋主义 看了你这六星期了 我替你很抱歉 好 谢谢 各位谢谢 谢谢王先生 最近新北市打电话来都活气很大 龟方姐 我是很好奇 现在选战到这个程度 那我们知道 深蓝其实是有高达 10到15%的选票 那么我们知道 在去年的1.29选举里面 我们可以观察到 真的很多深蓝是没有出来选 所以才让朱立伦 在去年的时候 只显赢大概2万出票 现在状况是怎么样 现在新党决定要推出 所谓的就是政党票 那么本来好像 根据新闻说 是朱立伦说 你不要你不要 但新党跟他说 没有问题啊 你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 红秀柱的票呢 转移到新党政党票 但是立委会投到国民党啊 你怎么解读这个事情 难道黄复兴跟新党 现在真的已经慢慢 在国民党扮演着 很重要的角色吗 我首先要讲 其实啊 郁牧铭 郁主席 新党 他在很多很多的场合 公开呼吁 他所支持的群众 都要支持中华民国 捍卫中华民国 而且也要支持国民党 其实这个很简单 他有历史的渊源 那当时候 为什么有新党 新党是来自 出自于国民党 就是当时候的 李登辉的时代 大家感觉 李登辉那个时代 什么主流 非主流之争 非常的严重 所以他们大概出来 自主成党 所以现在目前的情形 我们双方的密合度 绝对没问题 而且是精神团结 一个目标 就是国民党要胜选 那至于啊 媒体都很喜欢讲 斗啊 消费啊 又说我们的 王金平院长是花瓶 其实没有 其实我们要感念啊 这王金平院长 他至少刚才听到 有一位观众朋友 对王金平 说是他的粉丝啊 怎么样 其实这个就是 在在显示 王院长有他的长处 我要讲 任何一个人 绝对不是 实权实美的完美 但是王院长 给这么多 众多的 不分党派的 这么喜欢他 尤其他立法委员 院内的同事 喜欢他 那我们就讲 他就是有人脉 有人和 他的实力派的 这种展现 也因为他的这个 很尊崇的一个地位 所以王金平 他永永远远 在任何一次的大选 绝对扮演一个 关键性的角色 我要讲 人不完美 那是天生的 包括我们任何一个人 都没有一个艺人 所以我们要用人之常 绝对不去 特别的去说 一个人的短处 当然在我们国民党里头 我们认为 这个也不分党派 全国的民众 我相信对于这种 立法院的乱象 大概都烦透了 实在是不满意 极了 我认为 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成立 29年的民进党 除了 你看 这20几年 我的印象当中 就是背格 这个国会的这些议事 然后 哎呀 那简直是那个乱象 超过一百多次的霸占主席台 还有五天四夜的记录 不管什么的立法委员 哇 全部都躺在那个立法院内 我觉得这个对民众 他就不解 为什么会这样 他非常不满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 是民进党 刻意的背格 刻意的 这种乱象 主要的原因 民进党 但是还有一个 我们自己 蓝营的这些民众 也会对王院长 稍稍有不谅解 就是说 一个国会的意识 他的运作 怎么样的会失序 少了那个秩序 所以针对这一点 我觉得民众 他不管来自哪一方 针对这一部分 他若是有任何的情绪 我觉得 我们也是代表 农民长辈 也是代表军工界 军工教 这一大区块的民众 也是很多 所以他们真实的反应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国民党的中常委 在中常会绝对不是一言堂 但是在这一次大家看得到 选任的中常委 有五位没有连署 这也表示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其实王院长也应该 颇得宽慰了吧 有这么多人支持你 是不是 但是我们这些意见 也还是意见 但是我要讲 组成一个国家 就跟一个党也是差不多 党是党 国家也是有国家奋斗的目标 国家的组成分子也来自东南西北 也有不同的团体 不同的意见 同样的党也一样 所以我们虽然有这方面的意见 只是很期待强烈的情绪 强烈的期待国会要改革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朱立伦 当他提出国会的改革的时候 讲了重要的三点 议长的中立化 意识的这个公开透明化 意识要有效率化 马上就得到我们民众的 大家一片叫好 这是一个突破口 若是国会真的能够改革 让我们国家突飞猛进 重大的议案 不是摆在国会 躺在那里被杯葛 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情况 所以王院长 他虽然非常有实力 他也是立法院的龙头 但是也会得到 这种中党爱国牺牲奉献 不求任何的 王复兴党部的 这些农民长辈们 还有军公教 他们也是精英当中的精英 也认为这样的现象 不能够继续下去 所以当提到国会改革 铿锵有力的国会改革的时候 我们大家当然支持 所以王院长也不要去在意 我们有几位中常委 不同的意见 因为我们代表不同 但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就是胜选 也是希望王院长 能够带头 这个实力展现他的实力 同时也展现必胜之心 所以为什么朱主席 当然通过 他是以第一名部分区来挂头帅 你确定这件事情吗 不是黄复兴党部说 要他第十名吗 我们的意见是 放在第十或是十名之后 那更有那种 怕被破釜沉舟之心 龟方你这样讲 我觉得蛮有趣 你刚才提到一件事 中党爱国嘛 可是又要这个 中党爱国人选出来的 这个立法院长要中立 我觉得 那不是很奇怪吗 不会奇怪 就像我们国家 你看一个中华民国 也有各党各派 不同的团体 你说爱不爱国 当然要爱国 虽然爱国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在我们国民党 我也注意到 意见不同 等到最后 绝对会同样一个声音 那就是要慎选 绝对中华民国 一定要捍卫 不能倒 这个国民党 一定要胜利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报纸上 前一阵子说 连企业家尹尹良 他在一个场合 眼泪都泪汪汪的流泪 感恩他的老师王金平 所以他的确有过人之处 他的好朋友 骗及全国各地 这也是实情 所以他号称他实力派 连民进党都要理让他三分 我倒觉得要看人的长处 只不过我们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那我也不能说撒谎 也不能蒙这个眼睛说 没反应 都很好 不对 我觉得我们要真实的反应 当有一个真实的反应 没有联署的时候 反而让他们有一个情绪 强烈情绪的一个出口 反而会更奋进 我觉得这是对王金平王院长有一个期许 刚才大家批评王金平 但是我们首先还得讲到朱 不是对不起 讲到朱立伦的时候 不得不再讲两句话 给我们的洪副院长 他真的了不起 他的气节 他的智节 我觉得在这一次充分的展现 挂帅 穆贵英挂帅 三个月 但是他讲话 或是他的忠贞 我们大家都看到 所以他也是中国国民党党史里头的 金国女英豪 千古琴女子 一定党史里头有地位 所以我们绝对不忘掉他 所以他到台中 他到眷村 他说呼吁民众 爱中国国民党 支持国民党 这个大家分进合集 没有错啊 我觉得没有错 我对他很有信心 那然后对于我们朱立伦 我也发觉朱立伦 我在中常会 我注意到我们的朱主席 他过去真的 他有倾听的能力 大家不要看他 他真的有倾听的能力 他也不多 那巴西乐园跟新店的吐司 所以我感觉 这一次他正式的 林全会的征召 他过关了 正式的出征了 我发觉他 又往上面 他的这个成绩更高 所以大家看到朱氏风格 希望朱氏的风格 他有这种御树临风之姿 非常的快速 但是第二天 媒体全部攻占 他也希望大家的焦点 focus在那里 真的没错 最近朱立伦真的把媒体攻占了 可是我隐隐约听到 我们这个 贵方姐有个免礼针 直接吃到的民进党 嘉静 他直接说一句话 这一次朱立伦这个说法 什么政党中立 这些什么东西 咬指的是民进党 又不中立 然后又霸占主席台 还有什么三秒交之类的事 你怎么解读这问题 政党本来就该有立场 国民党难道没有立场吗 那也不是要朝朝朝 对不起 表现的方式呢 各个不一样 请问一下 以前红三军怎么表现 这是引导的负面的一个 阿扁八年的时候 国民党怎么表现 其实作为在野党 都会在议事当中 进行杯葛 进行议事上面的调整 那我觉得 我尊重这个 立给议员的说法 但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 都必须要做好 在野党的角色 那最重要的是说 要倾听民意嘛 为什么福茂的议题 会被人家批为黑箱 那这个议题 如果福民党一党独大状下 要过就可以过啊 可是干嘛搞黑箱呢 不会啦 不会不报所有的重大议案 你看哪个不被杯葛 连国会议长都说 案子通过了 我都不知道 那这样子的一个荒谬剧 如果全部都说千错万错 都是因为29年来 有民进党成立 那最好就干脆恢复结言 多一半的原因 国民党通通恢复结言 好啦 这种逻辑 我觉得是叫做 民主政后群不适应正 好 所以看起来 只派王金明作为不分军 第一名或者是 王副新党部的第十名 事实上剑齿的竟然是指的是民进党 这招有效吗 可是我要回来问一件事 叫做这个起诉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所谓的这个换柱成局 这个时间点干起来 似乎有点 所谓隔空窜正的问题的话 那我请问一下 这三种方式 如果是千捷 朱继续选会有什么结果 起诉 朱就不能选 网友可能上证救援吗 甚至如果最后特征的用的是 不起诉 会不会引起更大的风暴 你怎么解读这个问题 如果起诉朱立伦还是可以选 依法 他还是可以选 假设如果国民党脸皮够厚 就是继续让他选 上一次马英九已经这样参选了 特别废案 就是他在起诉的时候 用起诉也没关系呢 本来就没有 因为我们总统副总统的这个条例 是规定一审有罪才不得参选 而不是起诉就不能参选 不是起诉 是要一审有罪 不过我先讲一下 这个过去六十年来 国会都是国民党过半 国会表现不好 要民进党负责 这个逻辑蛮特殊的 那如果国会表现不好 国会形象不好 过去当了二十几年 立法院长的王金平 还继续提名他当不分区 这个逻辑我也觉得怪怪的 好那我来谈朱立伦这个三千万 我觉得其实应该 以目前特征组还放在查治案的情况 只有一种情况 叫牵截 因为只有真治案才有起诉或不起诉 查治案跟他治案只有牵截 可是查治案应该没有被告 没有 可是朱立伦跟李斯川又是被告 因为他们那天有带律师 因为只有被告能带律师 所以我现在到底是什么案 我也搞不清楚 就可能特征组特有的 因为他叫特别侦查组 所以他有特有的办案方式 我觉得不管什么结果 选前应该要有结论 因为我不希望再重演四年前宇昌爱 参加学人 跟白黑到黑色色 然后到选完之后八月 签结 蔡英文已经输了 对 对不对 那我也不希望朱立伦 受到同样的待遇 拜托特征组 一月十六号之前把这个案子查出一个结果来 不管你要起诉 你要签结 随便你 我没意见 因为 看他最近密集调查的动作 我的研判这个案子应该快结束了 大概就快收尾了 那至于说最后是签结 还是起诉 我不知道 那理由是什么 要等特征组的书类公布之后 我们才能针对那个 他所书类所写的理由跟内容 我们来逐一讨论 到时候我们才有办法确定说 特征组这个案子 有没有很认真在查 就是该调查证据 有没有调查 可是三千万这个事情 一周刊这个礼拜的标题 刚刚杰明念了 他叫朱立伦指示给洪三千万 这个指控其实很严重 什么叫指示 指示就是说 这个三千万这些事情 不是底下的承办人 签公文上来给党主席 所以如果这个标题是真的 那就表示叶匡时在说谎 对 因为叶匡时是说 因为我们红伴竞选经费不够 跟党中央协调 所以党中央要补助我们三千万 那个公文应该是由下而上 所以你往前指示 这是不同的程序 如果是叶匡时提出要借钱 那是由叶匡时由下往上 但是如果今天事情是朱立伦下指令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朱立伦是跟之前跟这个 我们洪秀柱才见过面 对对所以到底是指示 还是说这个由下而上 如叶匡时说的那个程序 我现在我也搞不清楚 因为这个要问特征组才知道 但是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党开出这张三千万支票 朱立伦一定知情 不可能开三千万支票 党主席不知道 就算支票不用他签名 行管会的公文 要不要签到党主席 是三千万不是三百块 国民党虽然很有钱 三千万也不是一笔小钱 所以我认为朱立伦一定知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 特征组第一天就传他 而且还传了两次 前脚刚走出来 后脚刚又被叫回来 其实朱立伦他所要面对的问题 除了他试图跟马英九切割之外 其实他还要面对三千万问题之外 其实最近有个问题 很多人大概没有注意到 因为台联的立委一直在指控 连续讲了两天 朱立伦持有高市企业1.05%的股票 知道怎么回事 对 面额大概是两百万 结果你知道我们股票申报财产 都是用十块钱来申报 对对对对 所以1.05%其实在一般的上市公司里面 已经不是小股东了 那已经算是有点分量的股东了 朱立伦竟然没有在他的财产申报里面揭露 结果后来台联开了记者会之后 而且是连续四年 台联开了记者会之后 高市企业马上透过中国国民党发一个新闻稿 说没有 那个是物质 而且是两家上市公司都物质 物质四年 对 杰明你很清楚 上市公司每年要出年报 对 年报要不要会计师签证 需要 要嘛 年报要不要很严谨 因为那是要给所有的股东看 要给金管会 要给政管会看 要不然会计师可能有被调照的钱 对 我曾经请教过专业的会计师 我请教他说 如果一家上市公司他的年报物质 股东的股票持有数 就是零 你把它写成一 这几率有多少 他说非常小 应该是不可能 我说那如果 同一家公司连续四年 对同一个股东的股票持有数都写错 他说这几率有多小 我问他几率有多少 他说几乎不可能 那对不起 我们现在发生在台湾的事情是 有两家上市公司 连续四年对同一个股东的股票持有数 写错 这是高市企业的说法 那我觉得很简单 如果他真是物质 那请金管会 请政管会 彻底查办相关失职人员 这一家负责签证的会计师事务所 你违反你的专业伦理跟道德 甚至我都怀疑是不是中间有什么状况 那会计师事务所要不要也受到相关的惩处 如果今天这个政府 金管会政管会没有去办人 然后你告诉我说这个叫物质 我绝对不会相信 我跟大家讲 两家上市公司连续四年 物质同一个股东的股票 持有数的几率 比彗星撞地球还要低 而历史上 彗星是有撞过地球的 所以那次机会就造成东西 不要 我要坦白说 其实 所有股东会开会 这些股东的这些所谓的资讯 直接是接到证交所 全部电脑控管 所以批啪啪啪啪啪 那1.6%其实坦白讲 基本上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甚至有时候在股东改选里面 就差那1%可能事情就不一样了 所以的确这看起来 朱立伦你要好好说明 可是我们要回来一件事 我们再继续往下来看 现在怎么样 用新党来把红袖柱的这个电器 可以转移得掉吗 好了 那这个所谓的这个3000万 不管什么结果 朱立伦都可以选 可是刚才讲到高市股票事情 恐怕是另外一个很重要 不要缺带金额 但是问题很大 因为也是上市贵公司 但第三个 我们其实比较在意的事情是 当时朱立伦把红袖柱换掉的理由 是因为红袖柱 你的民调很低 你拖累立法委员 可是最新不认识清兵党民调 或者台湾智库民调 或者东森民调显示 17 16 15 东森民调剩下15%了 这个肯定比红袖柱来的低 以这个民调来看 对不起他已经老三了 如果当时换掉红袖柱的理由 是存在的话 那对不起朱立伦也应该换掉 所以我们看看 钟晋大哥怎么点评 到底这个朱立伦千算万算 算得出他自己 有这个资格选下去吗 他的民调确实已经比红袖柱更低了 我们先进口广告 稍后我们听看钟晋大哥来解读 最新的一个选情发展 公布的台湾民心动态调查 因为他是具有这个滚动式的 有相当公信力 所以值得来深究 我先把三个书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报告 47.1 蔡英文继续只比50% 注意人16.4 送随10.2 换句话说 蔡 这个现象是 都是最近两个礼拜只比50% 但同样的 朱立伦始终没有超过20% 非常少 我们来做细部分析 我只 请看我画的部分 对朱立伦 你看他的 对他反感的竟然高达56.8% 是为什么 你看 相信他的不到一半 好 再往下看 对宋楚瑜 好坏各半 第三对王金平 57.3 对柯文哲 65.5 我特别把它画出来 这是朱立伦所面对的诚信最大危机 这诚信不是一息之间的 再一个细部分析 请看红线部分 在新北市 蔡文47 跟总体民调差不多 朱立伦在他的地盘 只有19% 新北市民 五个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支持 朱立伦 这个很严重 好 我们选样 就赢家人高评就好了 朱立伦进行不到10% 这三个数据说什么 听众朋友 你们那么聪明不需要我再解释了吧 这是今天一个非常重大一个社会新闻 请看 我请教我们听众朋友 你相信这位女士所说的话吗 我不要实乎其名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总编辑 故意让我们联想是不是 在这个报纸的下半度 这个人 你相信这位先生所说的话吗 错错错 我可以公开作证 不管是 政所税 12年国教 柳定双掌 我们谈的时候是 2012年过完春节 二夜三夜开始谈 是整整三年半以前的事情 三年半后 聚人主席 你突然出来跟马英九切割了 三年半 三年半以来 你保持沉默 今天突然 就像那个 莎士比亚 西纪里面 那个布鲁特斯 对着你的凯撒 突然来一刀 我就请教 深男朋友们 你会接受 注意的这种做法吗 立根怪方 请回答 女士 请回答 等一下再回答 你赞什么 多现实的政客 我是不客气讲 好 国民党最大的困境 人民不满执政 去年1.129海啸 那快一年 那怎么做 习都不讲呢 怎么现在选总统开始讲呢 而且选情告急 民调告急开始讲 跟马英九切割 不要说我是不是深男 我都看不下去 师兄 等一下请你回应好吗 你头被诸位人借去了 你这个头还能讲话吧 好 我没什么好评论王金平 因为我现在也没跟他联络了 老实话引用 昨天 皇后新党部主委 戴伯特上将的话 戴伯特上将说 王金平院长应该放在第十名 甚至放在十二名 他理由 我慢慢念 如果戴伯特上将你没有看 拜托 亲戚朋友跟他转述一下 这位王金党部昨天声明 他说 不应该因人改制 以任何形式 为某一个个人量身打造 戴伯特 这一句话适合王金平 难道不适合朱立的吗 不应该因人改制 以任何形式 为某一个个人量身打造 如果适用王金平 难道不适合你的展观朱立的主席吗 戴上将 回答我 请回答我 立根贵方 带打 好 我是不客气的 我没什么党派立场 看看这是加拿大的明日之星 43岁 杜鲁道二世 年纪不是问题 他73岁也不是问题 他说 我要住就是扩充人民的自由 他说什么自由 他重新诠释 他说因为杜鲁道二世 来自魁北克话语区 是守住者 好 他怎么说 请大家看 加拿大的自由 强调的是融合 融合 住席 你在林前辉那天接受提名 马上开胖 恐吓牌 来立对决 你有杜鲁道二世 用融合的胸襟吗 再来他说的 选举不 谈选举 谈价值观 朱鲁鲁 你谈多少价值观 给我们听 还是谈价钱 党产250亿吗 还是3000万呢 支票呢 还是5亿呢 还是更多呢 因为洪秀说 我不值5亿啊 我们谈价值 你谈价钱 党产 党产 一年来毫无作为 所以已经解决了 鬼才相信 昨天我跟石修同台啊 他突然提到这本书 今天早上我把它重新读一次 大卫葛根 这是美国民政论家 他担任过从尼克森到 这个 到克林顿的 既是政策幕僚 也是文胆 是一位非常伟大政论家 其他的英文名叫做 权力的见证 权力见证 但是换做 美国总统的七门课 我把它 这七门课 我把它用很简约方式 我用中文把它 做简约版的叙述 我叫做 总统候选人的七门必修课 第一 正直善良 诚信 我特别请教 朱宇伦主席所说的话 跟刘乔安女士一样 你相信吗 请全国当众回答我 等一下口音机来回答我 我可以跟你辩驳 如果你相信你 我跟你辩驳 如果你辩驳不了 我建议你去精神病院检查 第二 目标明确 第三 说服力强 不是坏茶 与你走 用诚信正义 你把红袖书推下来算 你自己上去 这是哪门子的说服力 哪门子的诚信正义 第四 在体制内运作能力 叫执行力 第五 百日清政 反正 还没有实政就不谈了 第六 坚强的幕僚群 真子讲最好 用失者亡 用有者霸 用徒者亡 你身边的人 你以老师败之 你会做亡 身边朋友 你就称霸 你身边的徒子徒孙 令臣 权力弱仆 用徒者亡 第七 传承愿景 与价值信仰 坦白讲 这高标准 我不下结论 我明明自己判断 都是 再回答这个名 你相信刘乔安 你是开记者会 所说的话吗 昨天 你相信朱立伦主席 昨天接受 陈文献中央所说的话吗 请自助者 打电话进来 跟我论辩 也请立根贵方 跟杨时秋 你们是国民党的前国民党 回答我问题 回答我呼吁 谢谢 好 所以我先请教石秋委员 现在消息已经到这个程度 似乎诚信破产 他其实起手 是我其实最近跟一些国民党人闲聊 他其实认为当时朱立伦 一开始把各位开除 似乎就已经注下一个 不可回来的错误 而在后面错误之后 他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弥补 就弥补出来 他越弄越糟糕 现在变成是一个标准的政治算模 刚才我们这个中英大哥 直接直挑了一些事情 你还相信这个朱立伦吗 民调写示 连王金平 克文哲的这个感好度 所谓的好感度 都远过朱立伦 昨天到这种下场的 他能够靠王金平扳回一城 我是个基督徒 我相信除了上帝之外 现在能够救他的 已经没有人了 除了他向上帝忏悔 否则的话 没有任何人能够拯救朱立伦 上帝只救义人 公义人 我想中心兄也是基督徒 我想其实 那是15年前 2000年的时候 在Clendon的末期的时候 那叫David Gergan 写的这本书 其实他英文讲得非常清楚 I want to power essence for leadership from Richard Nixon to Bill Clinton 我亲眼目睹 这个权力的最重要的 一个基本的精神 从尼克森到Bill Clinton 他经历了37任尼克森 到42任的Bill Clinton 他经历了6位总统 他亲眼看到 这7位总统 成为总统 他最重要的因素 能够成功 或因此而失败 刚才杰明你问得很好 诚信是最重要的 今天那个不信任度 对于今天 如果说朱立伦 他是留过美 他去看一看 当时尼克森在1973年 国会要求他交出录音带 在1974年 美国大法官以巴比林 通过弹劾案的时候 你知道他下产 最后惨到什么程度 他去搬到另外 任何一个社区在加州 因为他是加州 当时是加州选出来参议员 那些社区的基民抗议 因为他认为 这个人不诚信 所以在这 David Gergen写的这本书 我们从台湾翻译成 总统的七门功课里面 他特别强调 第一个就是人品的贵重 这贵重里面 包括那个诚信 包括你政治 而他就亲眼目睹 尼克森在水蒙案 从1972年到1974年 8月9号 他被国会要弹劾 大法官以巴比林 通过弹劾他之前 他离开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几乎陷入了疯狂 崩溃的状况 其实今天我认为朱立伦 本身他内心是非常焦虑的 今天比1972年发生的水蒙案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原因是 1972年的水蒙案 发生的时候 还没有像今天网络这么发达 今天任何一个手机 随便一看就会看到 你朱立伦在前几天讲什么话 你后来讲什么话 你前几天刚高举的洪秀柱的手 你后两天就弃柱 你也不过同样的一个朱主席到了 中国大陆跟习近平讲两岸同属一中的时候 然后你说洪秀柱的一中同表 是违背了党的决策 你没有任何标准 你没有任何诚信 所以在David Gergen这本书里面 其实就非常清楚 当一个政治人物失去诚信的时候 他的政治就破产了 你要知道在美国诚信 就在西方世界诚信 基本上就是所谓什么 就是他的政治的一个最高的价值 他如果没有诚信 他就政治自杀了 我们来看一看韩国 杰敏记者2009年的时候 盧武炫 他也是因为一笔钱交代不清楚 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 在那个现金上面交代不清楚 所以我选择什么 跳海自杀 在韩国是如此 一个卸任总统 刚刚卸任总统2009年的时候 另外一个1990年代的 当时法国总理巴拉杜 巴拉杜 他只不过因为在 他当国会议员的时候 他借了一笔钱 后来还这笔钱的时候 他说他还了 可是他没有付上利息 他是他警卫面前拿了几枪自杀 在1993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 因为他讲话说谎了 陈信 陈信受到质疑了 举枪自杀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说 有任何生命患 就说陈信在西方的社会里面 是非常严重的 而今天 朱迪伦很不幸的 他不但是陈信遭到质疑了 他在金权的纠葛上面 也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David Gergen这本书里面 他从尼克森 从37任到42任的 克林顿 他看了这些总统之后 他也得到提到 克林顿后来也受到很大的煎熬 为什么 他当阿肯涉州州长的时候 因为白水案 Whitewater这个案子 他被Independent Concert 就是所谓独立检察官 调查了三年 他也是面临了极大的挑战 原因就是 不是你总统任内 是你在阿肯涉州州长 有个白水开发案 因为你的 你跟你的夫人 在那时候当州长 是不是有行使到权力 所以今天朱迪伦要挑战的是 包括你新北市长 任内所接触到的开发案 包括你所谓的 你在桃园县长 任内所接触的开发案 所以刚才 忠信兄提到那本书 其实我觉得 朱迪伦你看完之后 你会发现 就算你选上这个总统 你将来的下场 也不见得会 会脱身的了 因为最重要的是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凡走过一定留下记录 今天我们所有看到的 都不是我们想象的 是在电视 每一家电视台 从今年的四月 到今年的十月 几乎是用连续剧班的 实况转播 到每个人家庭里面 透过手机 每天进入你的视野里面 你这种不诚信的原则 就造成他今天 他的好感程度 不但输给了蔡英文 也输给了民调 跟他在伯仲之间的宋楚瑜 就代表 当一个人不信任你的时候 未来你在任何的正常辩论 不管是跟蔡英文 或跟宋楚瑜 人家只要问你一句话 我还能相信你吗 你说实在 他还有未来吗 当朱迪延出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 蔡英文的制度 一直一直往上攀升 攀升速度比 红袖柱还要来快 所以翟神 我们来看这件事情 因为刚才我们 年号已经提到一件事 这是叫做指示 指示的问题 恐怕就不那么单纯了 可是如果再拿 这个图形来看 那更精彩 来 这个是他举的手 跟举的棋子说 红袖柱我支持你吧 你代表中华 中国国民党来参选 这个中华候选 对不起 他消失掉了 好你看 这是他牵的手 你看这是朱立伦 这是马英九 接着说 动算加油 他现在被批判了 好了 现在状况是怎么样子呢 现在状况是 有人说 郝龙斌会被选 明年的总统 他说一句话 这个问题是跟 某种智能比较低的 动物一样的想法 他回答是这样 你看周围的人 是不是清军策 那至于说 吴博雄因为身体不好了 连战已经out了 那我也问一件事 拿王金平来 可以做一个遮羞布吗 稍后我们听听看 我们学生说法 但是 会方是说 不会 支持王金平的很多 这是难得看到 国民党的大团结 所以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看 大家说法如何 我们进口广告 你觉得他执政 主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有几件事情 就是说 在做决策的时候 没有做一个 完全的思考 真的很敢讲 马总统执政七年来 哪里做错了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广播节目上 不吐不快 古代叫联考 后来叫基策 现在改为一个会考 造成家长无限的困扰 然后你说孩子 有没有考试 孩子考了 全部都考了 我从来不认为 不能涨水电费 所以包括蔡英文提出来 未来十年 绝对不涨电价 我觉得 对我来讲 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你 要涨电价 一定要在一个 完整的设计 完整 合理的时间点 点出缺失 朱立伦对自家人 批评毫不嘴软 2009我接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我是税制改革委员会的造极人 要不要恢复证锁税 大概我们讨论了十分钟就结案 2012年的时候开始做证锁税 证锁税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讶异 举这个政策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朱立伦说你执政有三大错误 您觉得自己有错吗 谢谢大家 从财经到民生 三大失败政策 朱立伦重炮猛攻 但当初要开征证锁税 财政部也是始作俑者 对这些形容词 我是不予置评 但是他确实有争议 所以我们也支持说 把不确定因素消除 只是朱立伦不给面子 就在选战倒数前夕 实际点让人质疑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 市政有一些是延续的 有一些不对的我们都要检讨 那就像我说两岸的政策 基本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 但是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讲的教改 当中12年国教的确很多的批评 连续两天都强调市政要检讨 朱立伦态度硬起来 是刻意切割马总统吗 看官们自有判断 记者送到 我觉得现在有个比较大的问题 朱立伦其实是执政党党主席 那如果你认为过去执政有问题的话 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改 我觉得对一般选民来讲 我不能理解这件事情 你如果现在觉得油电双掌 你觉得镇索色有问题 你觉得12年国教有问题 发动你的立法委员 占超过半数以上的国民党立委 退回修正改革 甚至都不要这样讲 你就叫你的行政院长 还是国民党执政的修改改革 叫你还是国民党的马英九 去修改改革嘛 怎么现在好像出来是没事人 就是那你不是国民党党主席吗 你代表国民党出来选举 国民党也是执政党 你过去讲这三件事情做错了 做错就改啊 怎么会有一种说法是 不好意思过去的国民党做错 但我现在呢 希望你让我选上国民党 代表国民党选上总统之后 我才会改 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说明 没有办法让人理解的 那尤其是朱玉伦已经被质疑 诚信问题 现在又质疑的是负责任的问题 你是国民党党主席 国民党如果确实有做错 执政的时候有做不好 你怎么会不能改 尤其荒谬的是提出来一个国会改革 因为帮帮忙 过去请问是不是国民党 在国会扮演了超过半数以上的多数 那时候你在干嘛 一直都是多数 对 那个时候你在干嘛 你占多数了 你可以改革你不改革 结果等到你要失去政权的时候 跟他讲不好意思 那我们趁现在来改革好了 那人家当政的哪轮到你讲改革 那你当政的时候你不做好 最后又等到你要失去政权的时候 才说要改革 我觉得以朱玉伦的角度来讲 他最近所做的事情 没有比这个更扣分的 你仔细看一看一个很荒谬的事情 身为一个新北市的市长 他在新北市的支持度就19% 在选总统的上面有19% 也就是新北市民贾好盗修博 他用这个民意调查告诉我 不好意思 这家在我们这边是觉得很烂的人 所以我们就算他要支持他去选总统 也只有19% 低于五分之一的支持度 而更妙的是朱立伦说 因为红秀柱的民调支持差 或是国民党人家认为 我不管 所以把红秀柱换掉了 这一份调查报告相对的可信度 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台湾指标民调是有连续性的 他是一连连续做过来的 而朱立伦只拿到16% 那请问在这个状况之下 朱立伦为什么更值得换掉红秀柱 如果你跟红秀柱的所谓的民意调查差距 没有多大的差距的话 你为什么要付出变动成本 朱立伦自己自始至终 没有讲清楚是 红秀柱到底犯了什么天调 而你到底是如何的英明神武 如何的压倒性优势 所以该换你出来 现在出来之后 一翻两瞪眼 这个民调就是只有16%啊 你告诉我为什么16%的人 跟红秀柱以前最低大概13%吧 你跟他之间差距真有这么大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红秀柱跟朱立伦一比起来 朱立伦真的比不上红秀柱 好 朱立伦真的比不上红秀柱 看起来民调上面已经是答案了嘛 再要说那如果按照当时的理由 那朱立伦是要怎么样自己切副说 对不起我对不起红秀柱 我对不起红秀柱 所以我要不选总统吗 好了我的问题在这个地方 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个情况 那这是我就是我们从杨伟中 私下的一个谈话 我们知道杨伟是国民党发言人 他说他目前换柱之后 蓝营立法院的选情是稳中成长 我会请教大家 新竹县以北算是稳定 桃园市选情是稳定上升中 而新北市的选情 已经让民党开始焦虑 这是杨伟中私下的一个谈话 私下的谈话 他特别对新竹县的选情 充满乐观自从 尤其在朱北市 国民党的选情是已经伯扶摇之上 那么当然他也提到说 民党支持那位看起来是不行 好 不论怎么样 这话语都充满一件事 换柱没关系了 其实朱立仁选情不起来 我至少怎么样 我的立委选情起来 我的立委选情 我在拉他中等选情 会怎么样呢 稍后我们听听看 贵方怎么来解读 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杰秘手上有一份资料 这份资料上面写的是什么 不止朱立仁应该与马英九签歌 是国民党都该跟马英九签歌 这又是怎样的说法呢 待会我们请教一下贵方姐 我们先进口广告 好 所以你认为朱立仁 是不是应该跟马英九签歌呢 刚才还讲的话 他其实正正的一句话 每句话其实都有标的物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针对正所税的话 对不起 正所税 针对的所有的 就是我们说的300万的股票族 还有包括将近67万的 所谓的金融业的从业人员 这是不是一个利多呢 第二件事 他直接指12年国教 是脱裤子放屁 那么这句话 是不是安抚了 129万的手投足的票呢 因为他们将来可能有小孩 另外一部分 油电双长 会不会让所谓的135万的 这些中产企业老板觉得 至少朱立仁 你还有些良心 会不会这个效果会持续发酵呢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目前杨伟中认为说 他的选情 事实上以中南部 已经属于稳定状态 没有在崩盘 而新北市的 已经让民进党开始觉得有焦虑 陶银市行情 已经稳定的上升 他在那边讲 新竹县就是杰明珠的地方 他说他们的这个候选人呢 看起来绅士已经慢慢往上 充满了信心啊 我们再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美丽电子报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严副总 严致敬副总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不止朱立仁 应该跟马英九切割 是所有国民党 都应该跟马英九切割 因为他说 如果今天马英九和他的 马英九20年礼拜 能够真正体会 所有的例子的话 那如果今天你不切割 那么台湾人民 就会跟朱立仁 和国民党切割了 好 所以我要问一下贵方 刚才我们真的很多讨论 讨论内容 其实都不利于国民党 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好 我首先要先要澄清 就是观众朋友也许会问 为什么国民党在立法院 这么多的立法委员 怎么就没有办法 实际上这个有问题 就是不管是委员 或者是党团 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提案 可是到了程序委员会 就不见了 到了密室协商 哇 那什么几个 国民党一票 民进党一票 台联一票 这个无党的一票 这中间就没有了 很难到最后的投票表决的阶段 就是很难 所以大家看到就是那个样子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可能密室协商 是王金平主持的啊 好 那就不要讲了 那第二个 那我也要讲 大家说要切割 切割 先不讲这件事 先讲这个朱立仁 他一开始 他并不想要选呢 他也是一直在浮选 祝祝姐啊 那最后是不得不 我要特别再讲 价值 什么信仰啦 制度啦 成可贵 但是当你生命生存 面临危急的时候 那是价更高 所以选择了 价钱更高 价值更高 所以他选择了生存 要命呢 我们要命呢 要发展呢 选择这个是一个险棋 这个险棋 最后到底好还是不好 没有人能够判断 我也要平良心讲 在三国里头 我也讲过 那刘备还不是那么敦厚 那么正直 那么诚恳 最讲究诚信的人 当他战戒荆州的时候 他每一次都借口 他不还荆州 他的诚信也没有 你讲的是小说 不是历史事情 那我只是举个例子 那三十六记里头 那吴国 越国 他还每人记 我跟你讲 大选战 你们是全面的功 所以我也很奇怪 媒体都是把国民党 这些什么什么的 都变成一个议题 我都不来听听看 批判一下民进党 做的什么好 那我要讲 大家说要跟马英九 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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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都是这样切切切 这真奇怪 我要问 这切的是朱主席 国民党里头 马英九是前任的主席 他到底现在也是 从政最高的一个党员 他在党员里头 他也有一票 就叫我们切切切 你们越说要切 我觉得你们就是不怀好心 那再讲 朱立仁不怀好心 对不起啊 你们不怀好心 再来 大家看一看 报纸上登的 大家都骂马英九 骂马英九变成一个选学 好像不骂他 这个日子好难过 嘴儿也不舒服 大家都骂骂骂 可是维持两岸的稳定和平发展 还有他对外的关系 连美国都说 couldn't be better 不会比这个更好 你看连美国都说他好 所以我们享受了 国家的安全稳定 所以他得奖了 大家给他辞来的一个奖 即便不愿意搬 他还是搬了 你看远东 搬给他高峰 搬给他一个什么和平贡献奖 艾森豪的和平奖 也都是在最近搬给他 他也有好 但是他也有不好 不得民心 民怨的地方 也就是说 我看到朱立仁批马 三大缺失 我觉得过去的反省 大家你们都不是骂我们吗 反省不够吗 这回反省 这回检讨不得人心 明月去年一一二九 我们得到的惨痛教训 还不够吗 他归纳三个 这三个也的的确确是 实际上马是想要建立 历史地位 历史的定位 可是他推出来的时机 真的不好 就变成恶果 是我们来承担 你看那个证所税 不要说是怎么样了 那一年推出来的时候 减少五百亿的经济动能 你看十二年国教 蒋公他推动九年义务教育 国民义务教育 多好啊 民国五十七年 栽培了这么多的学子 都是国家的中间精英 所以让我们国家发展 这个真的好 教育的水准 然后他也想要建立历史地位 这个十二年的 这个推出的这个国教 但是利益良善 你执行面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民怨一大堆 油电双掌 他也想要好一点啊 因为这个电价 我们中华民国是全世界 将近两百个国家 我们是第三个便宜的 最便宜的是大陆 我们是第三个便宜 他想说稍微有一点调整 这个对国家 不管怎么样 但是哪里晓得千算万算 老天不帮忙 所以他的电价 油价 他一下子 你想调高 那油价都已经往下跌了 油电都是调到最高点 所以这个timing也是推出的不好 那现在是针对人 我们要检讨 那我打个岔 那我timing不好 可是马英九旁边不是有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博士级的人物吗 智囊团 是因为每个人出来 他的那个title 学历都下得人家都会怨 我要问观众朋友 哪一个人都是先知啊 这太好了 哪一个人是先知啊 主持人啊 我们要问 有钱难买早知道耶 对 我们现在 现在全世界也都知道 谁会知道 二十年前会预测到 有一千七百多万的难民 我们有提醒耶 有七万多百万的难民 哇 我叙利亚就四百万的难民 真的 我觉得 我们在批评一个人的时候 也要有一点公正客观 有好 有不好 那我们就针对 这比较大的缺失 来针对检讨 你从九年国教谈到 这个叙利亚难民 你还没有回答 戴伯特上将那句话 戴伯特 他怎么讲 他说英文设事不对啊 我要特别讲啊 就跟住民意也来报告一下 其实国民党这一块 荣民长辈最支持住住姐 住住姐 中党爱国 捍卫中华民国 那个真的是很感人 所以在最后 也是为了大局 才会支持了 所谓党中央 我们谢谢贵方姐的演讲 其实真的蛮精彩 不过我要问你一件事情 到底 我们来看这个内容 我们看这个内容 来 这个马执政表现 超越超过绿 这个是当这个朱立伦 切割这个马英九的时候 这个总统的回应是 马政府的表现 超过绿执政 所以到底 对我请教观众朋友 一件事情 到底这是眼双黄吗 难道是套好的招吗 就是朱立伦没关系 你去打马英九 只要把他拉起来就好 可是宇昌案呢 宇昌案为什么 朱立伦也切合国民党呢 我们来看这个比赛 您觉得应该道歉吗 那我刚才已经讲完了 跟国民党完全无关 是跟蔡英文女士有关 副总统吴敦毅气呼呼 停下脚步大声喊冤 强调宇昌案该说明的 至始至终 都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该面对社会说明 有没有利益回避的 是蔡英文女士 不是她控告 而被不起诉处分的我 日期啊 弄错了 因为原来的文件 没有写明日期 夹杂的顺序 刚好让刘云书以为 就是那一年的几月几号 她是指就这一点 吴敦毅火力全开 毫无道歉的意思 让蔡英文痛批 来因根本不知悔改 法院判刘亦如得赔两百万 刘亦如可不服气 脸书颇文强调 会进行上诉 毕竟这些人都做过 部会首长人做到总统 还采取一个不肯认错 不知反省的态度 会让人民非常地失望 我们也有点担心 在这一次的选举 剩下来的时间里面 他们会不会再重复 做一样的事情 你想跟他道歉吗 会代表国民党跟他道歉 我想这跟国民党 没有所谓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相信相关的人 我把它说清楚 想明白 不想打负面选举 但朱主席恐怕忘了 当初对宇昌案 穷追猛打的 就是国民党 蔡英文 你的回避 你的闪躲 是不是该适可而止 网友更翻出 2011年12月31号 国民党在脸书上的贴文 直接打脸朱立伦 说当时马屋全国竞选总部发言人 马伟国痛斥蔡英文 从头到尾都在回避关键问题 要他说清楚 讲明白 宇昌案就案宣判 不仅挑起两个女人的战火 也意外在先蓝绿口水战 记者纵道 好 等会我们要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其实你看这个事情倒是一场戏吗 都是国民党阴谋吗 但是问题出来 今天这个朱立仁切割国民党 结果这个吴敦英很生气 什么国民党都蔡英文的错 所以这是一场戏吗 还是朱立仁准备要切割吴敦英 等会我们听大家的电话 朱立仁套打马英九 其实都是国民党的阴谋吗 稍后接听你的电话 今天玩完之后 我要请教宇昌大哥 你怎么来看 现在宇昌案再提 可是国民党还是认为他是对的 可是回来一件事 这个事情不就是当时国民党的问题吗 难道这时候他们还要演一场戏 看看吴敦英表情 难道朱立仁要切割吴敦英吗 我们先进个广告 好 我来接听观众的电话 来自台东的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请说 杰明你好 各位来宾好 是 有一段时间没有上 我一直扣可以扣不上 不好意思 这个没关系 因为表示这个节目很好 我想那个 国民党那个代表 你不要在那边狡辩 这个没有用 狼来了这个故事 我们小时候听说过 没有意思嘛 诚信是非常重要 你一点诚信都没有 这边狡辩那边狡辩 你这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是52年入党的 杰明你50岁 我中华民国把它弄了一半了 52年的党员 我在军中还搞党务工作 我怎么不知道 骗骗骗骗 杨世秋也是受害者 对不对 我其他我不讲了 季国栋也是受害者 不要再骗人了 我们现在已经 骗得实在很痛 我一讲 我担败 国民党才 大家拿出良心 好了 不要再执政 我们太辛苦了 这个处房太久了 煮的饭都不好吃 开的这都已经创三了 算了吧 好不好 给人家罪咒 为什么你这样 你这样按摩 干什么呢 现在 就我们中华民国的局势 跟当年在大陆 要败对到台湾 一样 我跟你们讲 你看看 有一本书叫 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真相 你们看 我看了有 我看了七天 好 谢谢李先生 李先生没关系 我们心里面 不要再骗人了 没有关系 没关系 我们知道 反正老百姓 民众眼睛是血亮的 好 台南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李小姐对不起 李小姐你好 你在线上 好 方先生 你好 李小姐不好意思 我要跟你说 算说 算了主力论典 他就是第二个马英九 八成了一个大堆 算说 旁边的那个庚 什么议员 说的都是 很不喜欢看他 你知道吗 别这么说 好 谢谢李小姐 其实我们基本上 是一定要平衡 而且我们知道 贵方 贵方姐其实是 自身的国民党 他当然会替他党 来辩父 我们是可以接受到 中卿大哥 所以我们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现在宇昌案也出来 我们刚刚看的画面 吴敦毅很生气 他说 这都是蔡英文的错 宇昌案其实是 三年前的旧案 最近被大家重视 就是因为 柳一如 女士败诉了 其实就这么一回事 我倒觉得像吴敦毅 朱一仁都在做这种 吴敦毅是 变小 当上去 那朱一仁是 真的还在切割 怪不得 白柳一仁跟 吴敦毅 我看这两个名字 你们的那个 吴敦毅 这个帽子会戴下去 白柳一仁 我不想谈宇昌案 过去 但是既然你要选举 任何人选举 你要进厨房 就要受了厨房的热 不然就滚蛋 你输了 那就学秋季了 酒店关门我就走 其实我不想谈宇昌 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 容我带一下 目前这个答案 这个才重要 我要关心的 这个还在发展 而且我们希望 特政组检查官 是不是听我们论述 好吗 你只要听听外面的反应吧 这个昨天的周刊论述 我不想谈宇昌案 是我不想陷入过去 尼绕了 但我们要看未来 这是很严重的 这诚信问题 主席人只是给 红三千万 这个标题是没有错的 李四三不会随便就给的 里面这段话 请大家入境 绿色的 这是红秀柱说的 我给大家听 即使党内人士 以搭党资源 劝退我 我也未曾有过 丝毫动摇 时间点就是在 党中要给他 三千万信特币的时候 即使党内人士 以搭党资源 劝退我 我也没有动摇 有那么巧的吗 这还需要解释吗 这句话 我想 没有受过教育 没有不懂文字的人 也知道什么意思吧 还需要解释吗 特兰族 如果你大张旗鼓的 然后最后就像顶星黑信油事件 顶星政治先进一样 不了了之 这对台湾的司法攻击 是重创 现在有七成人民是不信任司法的 颜大致总长 你不要这个案 不了了之以后 让人民对司法的不信任案 超过七成 多严峻 也就是 这位黄秀柱 你是自己认证的 什么意思 他说我难道只知无益吗 你讲这什么意思 我难道我只知无益吗 这里讲的不是别人讲的 好 三千万 是党命书长交给月框石的 红总的 这都是你们的事情 这不是外面揭发的 都是你们自己抖出来 要给党跟进 难道没有脉络可循吗 如果我们坚持诚意争议 连我们司法系统都没有诚意争议 那还要司法干嘛 一个相关是党产 所有人就想党产而已 他今年医业界当主 就说他要清洁党产 终结党产 不管什么论述 到几天前他说党产已经解决了 你相信吗 你九岁都要国税局认证 你自己说党产解决了 跨了跪 二十年前 上次你拿《经济日报》 有没有 有两千亿 二十年前 李登辉交卸党主席的时候 十五大 还有一千五百亿 公元两千年 注意人认证 还有一千亿 到现在说 一下被两百六十八到两百五 一直往下掉 现在两百二十八 二十八 没有 还到两百五十亿左右 我说一千三百五十亿 你们党中央收使林德勒来告我 什么意思 我还没有提到放在私人账号的 还没有说海外的 还没有说不动产的那些大楼 股票都没有难以估价 光党产跟朱玉仁只是给洪秀座三千万 就让国民党选举 翻盘 回到刚刚一位台东的林先生 我不知道他是外省机 但是听起来有点像原住民的样子 也许都是 我看到应该有原住民的腔调 他说五十二零党零 我就请教大家 你还相信国民党吗 你还相信朱玉仁主席吗 光党产跟三千万 跟洪秀座所说的武艺 那还需要再回去谈宇昌案吗 把整个心哭啰啰啰 那还在讲宇昌案吗 小吴见大吴 我公开呼吁 一月十二选举是诚信的选举 你就用你自己的 不管哪一党籍 哪个族群 哪里出身的 不管 你就用自己的道德来说 我用价值信仰来衡量一切 我相信 每个人都有理性跟道德 对是非对错 善悟公正 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 羞耻心争意感 我不主张你投哪一党 或哪一个人 你就用你的基本的价值标准 去投下你一票 至少你为自己 为子孙投下这一票 这是我的呼吁 是的 没错 要为子孙而呼吁 因为我们知道 诚信这件事情 一直都很重要 我们要知道 刘亦如可是 也是名校毕业 而且师承也算是官二代 那最高曾经做过 我们这个金建会主委 也做过我们的财政部长 那么他在修写日期的时候 竟然把日期延后了将近大半年 他说这是比误 好了 法院已经判 对不起 你是错的 要罚两百万 可是民进党说 这个民进党说 你毫无 刘亦如还要上诉 可是我觉得我们焦点 应该是放在谁呢 焦点放在朱立仁 跟吴敦毅的态度 因为我们知道 整个宇昌案的发作 发动 其实是由吴敦毅发动的 在二零一年十一月十六号 吴敦毅与专访指控 蔡英文内在隔魁时 批准了国发精英投资宇昌 随后自己跑去担任董事长 不久后又给一年两人 共同这个住进一栋大楼 好 这些指控 不论他的情况是如何 但事后证明一件事情 这个这家公司 已经确定在今年年底 就是明年年初就会上市 至少替国库赚了数百亿元 我想什么公司可以替公司 至少赚数十亿元到百亿 什么样的公司 可以让国家赚多少钱 这个案子 但是重点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否暗示这是马政府 因为现在看起来朱立仁说 这不是国民党的事情 那是不是暗示 是马政府的国民党的事情呢 那么是不是朱立仁为了自保 做相当的切割呢 甚至我们怀疑 此举是不是要把吴敦毅 送上火线呢 更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有一天 朱立仁突然说 对不起 宇昌暗示我们的错 那会不会直接就把这个 之前包括吴敦毅在内 全部让他送上断头台呢 好 这一招会不会是个狠招 我们要问一下 非常了解宇昌暗来龙去脉的年晃 年晃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你说宇昌暗跟国民党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啊 朱立仁说没关 也许跟朱立仁个人没有关系 因为四年前的那一场总统选举 朱立仁扮演的角色不算太多 大概就是他 大概就是在他的新北市 可是朱立仁 你现在是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这是上一次选举的时候 国民党做的事 而且不只国民党 上次是发动国家机器 宇昌暗怎么来的 吴敦毅先讲 接着呢 吴敦毅 这刘毅如在法院承认的 吴敦毅指示刘毅如要去查这个案子 然后呢 国民当时立法院是修会 国民党的经济委员会呢 还加开了临时会 然后要求决议 要求金建会把宇昌暗相关文件解密 而且行政院核准 当时行政院长是谁呢 叫做吴敦毅 所以核准之后解密 然后才有那个刘毅如的 假照日期的那份文件曝光 刘毅如后来讲说 他是主观认定 是三月而不是八月 而且昨天他自己发的新闻稿 还说这个时间不重要 听说他就念经济念财政的嘛 如果真是三月 那把蔡英文抓去枪毙 我都觉得不为过 自己当副院长自己批 然后国发基金去投资 自己要当董事长的公司 问题不是嘛 他是八月嘛 那这一连串的抹黑攻击 怎么会跟国民党无关呢 怎么会跟国民党无关呢 那你今天好 吴敦毅轻轻一句话说要去问蔡英文 朱立伦说这个与国民党无关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 就是国民党控制的国家机器 他所发动的一个攻击 刚刚在谈到这个三千万 有没有错原子汤的问题 四年前宇昌安怎么查 大家还记不记得 特征组在选前一个月 去搜索蔡英文竞选总部 搜索他家查扣资料 搞得好像蔡英文马上要被收押 那种感觉 那个在媒体上 在民间会不会造成效应 会 对司法不是太了解 被检察官搜索 你一定有做坏事 请问 三千万支票这件事情 是不是重要证物 是 特征组现在有发动搜索吗 没有 没有啊 他要对方带资料过去就好了 对啊 有什么大小小差这么多 你告诉我嘛 难道这不是国家机器 在发动在打压吗 那他们当时怎么去污蔡英文 说你看 你们家这个后来股票 卖给银眼梁 赚了一千万 杰明我想你对投资很熟悉 真正想短期获利的人 不会有人去投资新药 为什么 因为第一 新药研发要花很长的时间 对 研发还有包括拿指照 对 第二 他失败的比成功的多很多 是的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 赚很多钱的药 以为这个药厂赚翻了 可是你没看到是这个药厂背后 丢了多少资金 丢到水里面 它是失败的 或是人体实验没过 不能上市的 种种 要分三期 对所以你想想看 蔡英文家族投资宇昌的时间 其实很短 他如果真的想获利 他会去投资这个东西吗 而且大家也很清楚 事实上特征组在 2012年8月份 签结的这个报告文件里面 写得非常清楚 当时蔡英文 为什么要把股权全部卖掉 因为他去当党主席 他没有时间去管这个宇昌的事情 所以尹远良刚好有兴趣要接受 尹远良就说好吧 那你把全部卖给我好了 这些东西特征组都查得清清楚楚了 好 现在刘亦如要判赔 当然刘亦如可以上诉 可是这两天我发现 国民党很多人还在继续在问蔡英文说 你要不要讲清楚 你要不要道歉 请问蔡英文做错什么事 他为什么要道歉 如果没做错事 他为何要道歉呢 好 如果没有做错事 为什么要道歉 那一样道理 朱英文做这么多事情 难道不要大歉吗 八千乐园 怎么只起诉一个民间的老百姓 而且他没有钱 但你官员不是拿着票吗 甚至到这个更高的官员都可能参与 好像也没有听到有任何回应 现在新店还是很糟糕 那个水的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 要不要道歉 好了 不管怎么样 宅审 我们来看一下朱英文这一招是不是很糟 我们刚才右边他切割了马英九说 你看你做了很多坏事 不是不是坏事 很多不好的政策 那他目必是要讨好这些族群吗 但是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那左边这部分呢 他是不是 不管这个民进党是不是火冒三丈 但看得出来整个过程当中 这个事情是跟吴敦毅有关的 他是不是顺势也把吴敦毅签割了 然后拿王金明做所谓的遮羞布 朱立仁这招是不是高招 稍微我们听听看 这个搞不好这样子 也可以把他的总统选举给拉抬起来 不是耳手称轻吗 我们进行广告 我觉得现在朱立仁不管使出什么样的下流手段 我都不惊讶了 但是问题是 这个下流手段有没有用 也就是宇昌案 朱立仁出来说跟国民党都没有关系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说服一般人 但是我想某一个角度 我可以推测站在蔡英文立场 没关系就随便你 反正过去这个刘亦如在当时也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这个做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然后 政所税就是刘亦如 是那但你说跟国民党没关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执政者你底下的官员做的事情会跟你没关 对刘亦如的政所税 朱立仁也说跟他没关 反正朱立仁就都跟他没关 我也不知道他出来为什么什么都跟他没关 那他是国民党主席 国会改革也跟他没关 那他这个过去到现在 新北市发生那么多事情 但是也跟他没关 反正他就觉得没有关系 这也OK 我们也不苛求 因为反正重点在于 如果我们要很认真的评论一个人 要让他自己觉得羞愧 因为前提是建立在他要觉得说谎有关系才行 那如果你都觉得说谎没关系的 如果你都觉得这事实上有某些价值 比我个人说谎 比我毁诺背信要来得更重要的话 那不用讲了嘛 那礼仪廉恥我们也不用谈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倒是OK 但朱立仁现在有个问题是 你到底要不要提政见啦 坦白讲都到现在了 我84天的时候就开始在问 现在我已经忘了到底剩80天还是82天 但还是没有政见 那是怎么样 朱立仁觉得自己出来只要说 跟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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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路讲到选举前 难道就OK了吗 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之下 朱立仁自己要思考的是 身为一个总统候选人 你有你的责任 你再怎么样 那志不忌有你出来当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你要做到比红秀柱要好 那红秀柱可能你说他表现不好 你做得比他好嘛 你提出你的政见来 你跟他讲说 你到底为什么要出来选 搞到现在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不要讲空心菜好了 感觉出来也是个空心猪啊 那请问在这样子状况之下 我是选民 我到底要怎么判断 这个朱立仁值不值得当总统 财神 你刚才说他没有出去政策 他刚刚推了耶 他说要打破老保的天花板 我们才说不要加码 他加码了耶 这不是这个问题 那请问之前执政是不是国民党 怎么你到你出来选中的候选人的时候 忽然间说要打破老保天花板 过去我们有没有讲过 有啊 年金问题 老保问题都讲了 但是执政党没事做 没反应 那请问是谁的错 马英九的错 或是秘书长的错 或是副总统的错 或是行政院长的错 你如果都搞不清楚的话 你出来做一个 以前你就可以开放的东西 你现在才做 那就是你的错